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14号下午的3点32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这里是广州的海珠区 海珠区也算是广州的老城区吧 今天是周日啊 可以看到起时起刻街上啊 好多一些逛街的人 即使现在广州的天气比较热 但是也阻挡不了出来逛街放松休闲的人 路上的话也是挺多车的 都塞车了看到没有 还有在前方的不远处 就是海珠区十分有名的江南西 我这个视频的话就一直逛去那边吧 看看这一路上的现状 虽然比较热 但是也多得路上的树木啊 就使得路人走在街上 没有晒到就没那么热了 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海珠区啊 虽然是广州的老城区 但是这路上啊 是没有任何的骑楼的 不是海珠区没有 是这一带没有吧 如果靠近逐间边那一边的 就有骑楼 因为靠近逐间边的 受广州夜秀区跟立湾区的影响 就有骑楼 但是海珠区大部分的地方啊 都没有骑楼的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啊 都是一些比较现代的建筑 跟现代的小区 这里是一个市场 放松源市场 所以说说严格一点 海珠区的话 还说不上是广州的老城区 广州真正的老城区 就是立湾区夜秀区 才算是广州真正的老城区 这里很多一些大麻大也在休闲 在那里 现在海珠区 也算是广州的市区了 因为现在广州它就在海珠区 前方那里就是广州的尖南西了 哇 观察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啊 有咽喉味的吧 因为旁边就是一些老小区 很多本地人来这里购物 我比较喜欢逛这种 富有咽喉味的地方啊 因为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城市的话 去看那些高鲁大厦 是没办法了解这个城市的一些习俗文化 跟各个的一些方面的 也只有来到老城区 才能了解这个城市 可以看到这脸庞啊 很多东西卖 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菜价呀 还比较便宜吧 龙眼15元一斤 这里5元一斤 火龙果4元一斤 前方的衣服也比较便宜吧 前方是一个市场 无论是在广州 还是我去别的城市旅游 我都比较喜欢去逛当地的一些菜市场 或者是老城区 我并不是在宣传这个城市的老破旧 因为很多城市的面貌 跟习俗以及文化 也只有老城区才能体现出来 才能感受得到 哇 这苹果好便宜啊 上元一斤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尖南西去逛 这一宅烧热店挺不错的 好多人排队啊 前方下去就是地铁站了 这个地铁站叫做尖南西 这个地铁站的话 它是连接了整个尖南西的地下三层吧 地下不行街 别看这条街是车来车往的 但是地下呀 是另一方景线 这条就是尖南西了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下个视频 大家就来看一下尖南西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